这个派出所怎么会有打烊的时间呢 在新竹市竹北奔局的六家派出所 查获到了有数十位的民众呢 疑似发放了县长选举的黑函 媒体记者前往了解案件的时候呢 警察是以侦查不公开就把铁门拉下来了 把记者呢全部都挡在门外 那么警方大动作拉下了铁门 要是这个时候有民众急着要报案的话 该怎么办呢 铁门缓缓降下来 有没有看错 为民服务的警察局竟然会把铁门降下 把所有人挡在大门外 难道派出所也有打烊时间吗 竹北奔局六家派出所 查获民众散播县长选举的黑函 于是将十多名人员带回警局调查 媒体记者赶往要了解案情 却遭警局关铁门下达朱克里 为什么不能进来 不是不能进来啦 进来就先不要拍啦 那为什么你们今天要关铁门 哪里有关 警方已侦查不公开 不让媒体进入场面一度尴尬 我们派出所常关大门吗 派出所的铁门常关掉吗 真的真的拍 真的像隔着玻璃 一定要在外面拍 好那我出去 拜托啦 好谢谢 经过一番沟通 记者还是被请出警局 只是平常欢迎媒体报道破碍新闻的警察 遇到敏感的选举案件 却避之唯恐不及 大白天就大啦啦关下铁门 要是民众急着报案 还真的是会求助无门 春雪和目前林立成新主采访报道